考生請出示準考證 考務人員在校門口低鳴 檢查準考證資料 國中教育會考十五號正式登場 第一天考完 截至十五號晚間 十一點半為止的統計 全國一共有一百七十名 考生受到疫情影響 其中一百六十一位將改為參加 月底的補考 四名已經確診 新冠肺炎的考生 則沒有出席考試 面對疫情嚴峻 各地政府都不敢 掉以輕心 考生 考完試 要用餐的時候 有這個隔板 可避免彼此交談 造成的飛沫或氣溶膠 口試全程戴口罩 量體溫 開啟市場的角落窗戶各五到十公分 還要進行消毒 為了避免人潮群聚 會考不開放陪考 但會考畢竟是學生人生中 第一次的重大考試 無法陪考 也讓部分家長很心疼 對他們來說 算是他們人生第一次的魔王關 獨自去面對 其實也是有一點捨不得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真的那麼麻煩 那我相信孩子平常就已經有很多的練習 今年全國約二十萬名考生 分別在十八個考區 兩百二十五個考場應試 統計一共啟動了七十間二類預備市場 國中會考第二天將依序考自然及英語 英語科將採閱讀及聽力兩階段方式進行 國教署長彭富元表示 將會觀察口聲解除隔離期限 再試個案來處理 記者綜合報導